江夏姑娘进城来找了一个二婚的男朋友 男朋友和前妻离婚后还带着个女儿 今天是男友两年前答应和她结婚的日子 她早早地就在收拾自己 期待着美好的一天 接着她帮男友的女儿起床 把她送上校车 你还名叫马晓慧 男友张晓光是个酒吧吹萨克斯的乐手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马晓慧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 想和张晓光庆祝一下 可张晓光却全然不记得今天的日子了 还是马晓慧提醒她 说两年前他们刚好的时候 晓光答应过今天和她正式登记结婚的 她等着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有说过句话吗 你是不是记错了 不大可能吧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啊小光 我怎么说话 你干嘛那么怕结婚呢 我知道 妞妞的妈妈以前伤害过你 可我不会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会死心塌地的手你一辈子的 吃饭吃饭 小慧 嘴是用来吃饭的 那你结婚吧 我们现在不是挺好 你天生乱 我们这好吗 南庚田 女支部 我在外部演出 你在家里面操劳 天仙配的生活不过如此 我才不想和天仙呢 我就要做个凡人 我怎么跟你说你怎么丢一根筋呢 由于马小慧是个乡下姑娘 所以她对这段感情很是看重 却不知道小光是个提上裤子 就不认人的主 尽管马小慧怎么求张小光和她结婚 小光都认为马小慧这是在添乱 说她没想到马小慧就是一俗人 那么在乎名分 马小慧问张小光爱过她吗 小光只回答一句她喜欢马小慧 马小慧一听就猜到小光肯定是外面有女人了 让小光给她一个交代 我告诉你 结婚不可能 为什么呀 我做错什么了我可以改呀 你告诉我呀 我不想结婚 不对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得给我说清楚 我说一句 有什么好说的 我告诉你 我就算你一做一做的好 才就结婚结婚结婚 烦不烦呢 你告诉我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马小慧 你非让我说开了 行不行 但那你挺好的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跟一个保姆结婚 不可能 我完全不可能跟一个保姆结婚 我是保姆 我怎么成保姆了 你不是保姆 马小慧 我不可能娶一个保姆 张小光你怎么 张小光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 由于张小光觉得 马小慧就是个保姆 两人便打了一架 还进了医院 马小慧报警 把警察也给招来了 张小光赶紧解释 是他们两口子闹矛盾 没什么大事 把警察给忽悠走了 等警察一走 张小光又对马小慧 没有好脸色 让马小慧离他远点 马小慧见状赶紧 和张小光道歉认错 说他是接受不了 他们出了这么久的男女朋友 最后他却变成了一个保姆 这两年他对小光和妞妞 怎么样小光应该清楚 马小慧 你也不想想 你是怎么进我们家的 当初你从农村来的时候 你还什么样子 也算是我好心收留了你 让你帮我带着孩子 洗洗衣服做做饭 还让你白吃白住 白喝到现在 你说你不是保姆是什么 你不能这么说话吧 当初我是来上学的 是你让我不要上的 张小光 你不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 当初你要我和你好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你心事淡淡 你说一定会娶我的 还说什么会爱我一辈子 不是你说的吗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而且这男女 一到这么小的地步 也就差不多了 你也看到了 今天这警察都来了 是吧 咱们俩 马小慧 彻底白白了 不不不 别这样 小光你别这样 张小光这次是彻底 要和小慧分手了 尽管小慧再怎么求情 都没用了 张小光来到酒吧 就和另一个女孩好上了 还让这个女孩 住他家去 说他已经把家里的保姆 赶走了 以后他们两过 等马小慧再回来的时候 他的行李 已经被扔了出来 他去开门 结果发现门锁也被换了 马小慧在这一天的时间里 既失了恋又被扫地出门 让他一个外地女孩 连弃身之所都没有了 没办法的 马小慧只好来酒吧门口 赌张小光 问他什么时候 成张小光的保姆了 张小光是不是 早就想好把他甩了 这么快家里 就住进另一个女人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张小光要这样对他 难道他们之间 没有一点感情吗 现在张小光这样对他 让他该怎么办 张小光给马小慧一点钱 让马小慧以后 别再来找他 说他不会和一个保姆结婚 他从一开始 就没把马小慧当成过女朋友 他一个离了婚的男人 正好有那方面需求 马小慧送上门来 他不可能不要 马小慧一听 就把钱甩在张小光脸上 怪只怪自己瞎了眼 马小慧又来到家楼下 发现他乡下的爹来了 他爹是听说 他今天要结婚 来给他贺喜的 他不敢告诉他爹 他被赶出家门了 只好说男朋友出差了 结婚延期了 由于他们身上没有太多钱 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 找了个便宜的旅馆住下了 想在这个城市待下去的 马小慧只好重新开始找工作 可是没学历 没工作经验的 他都被拒绝了 小保姆趁着主人不注意 一口气炫了主人的两半杯牛奶 再回头一看主人没发现他 便在牛奶里加了自来水 想要一次冲好蒙骗主人 小保姆因为喜欢家里的男主人 便把牛奶给了女主人 和女主人的儿子 额外给男主人倒了一杯橙汁 借口说是家里的牛奶喝完了 因为女主人马上要出国去工作 他只能把家里暂时托付给保姆照顾了 可是他又担心一个保姆不够 想着再找个保姆来专门给他看孩子 男人一听也觉得可行 男人名叫秦可天 是个医院的院长 年轻帅气有多精 自然深受小保姆的喜欢 小保姆偷偷看着女主人和男主人亲密的一幕 心里醋一大发 说吧说吧 你就尽情地说吧 反正你明天也要走了 到时候 这个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我一定会使出浑身的本事 把这个我最喜欢的男人追到手 女主人名叫梁思思 她让保姆燕子一会陪她去家政公司再找个保姆来 说她女儿远远需要一个专人照顾 不然她出国会不放心 燕子一听就说她一个人完全可以照顾得来 不需要再请保姆了 燕子啊 我想咱们这个家还是应该我说算吧 你去哪儿不去了 我去 思思和燕子一来家政公司 就被一群保姆给围攻了 中介得知思思需要一个专门照看孩子的保姆 她便介绍了马晓慧给思思 说马晓慧带孩子方便特别有经验 马晓慧也说她照顾过一个孩子从四岁到七岁 思思一听觉得很不错 便准备录用马晓慧 可燕子却拾起了小心机 干嘛燕子啊 太太你绝对不能选刚才那个人 为什么 她太年轻了 肯定没有什么经验 她说她就带过一个孩子 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 再说她的模样太漂亮了 到我们家来不合适 你想 您这一步在家就是好几个月 咱们秦院长又是那么风度偏偏的一个男人 这万一发生点什么事 和我陶燕子一个人 是绝对解决不了的呀 那你觉得应该找什么样吗 得挑一个有经验的老保姆 太太 您就放心吧 一会儿我一定帮您挑一个 思思听了燕子的话便说她想找个老保姆 这样有经验一点 马晓慧说她很需要这份工作 希望思思能再考虑一下她 她一定会照顾好孩子 燕子一听就讯马晓慧 说挑保姆是雇主说了算 让马晓慧少在这波同情 最后在中介的推荐下 思思选了一个中年大婶赵大妈做保姆 让马晓慧看了很是羡慕 如果不马上找到工作 在这个城里她怎么还待得下去 不久又来了一个中年大叔找保姆 说她老婆瘫痪了 急需一个体贴的保姆照顾 可中介说已经给大叔家介绍不下20个保姆了 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 这次她便把马晓慧介绍给了老吴 由于马晓慧需要工作 所以她也不挑 便跟着来了老吴家 她是我爱人 就叫你阿姨 你阿姨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晓慧 很愿意为您家服务 来进屋吧 赵大妈 你也看过了 反正这是我们家的情况 这个桃燕子 是我们家现在就用着的帮补 以后我们这个家的家务 就拜托二位来料理了 那我以后该怎么求婚你呢 不介意的话 叫我赵大妈好了 赵大妈好 以后请您多多关照 燕子 以后家里这个卫生啊 烧饭烧菜都你的事 赵大妈呢 只照顾孩子 不做家务 东家 礼拜天 我是一定要休息的 哦 那行吧 燕子 嗯 以后星期天的时候 你多做点啊 行啊 没问题 马晓慧 马晓慧来杨阿姨家做保姆 需要遵守八大规矩 第一不许在工作时间 带任何人来他家 第二他家来客人 保姆不许随便多话插嘴 第三不许用他家电话 否则要收电话费 第四不准利用他家资源 比如用他家的水洗澡洗头 第五不许和别的保姆 串门惹是生非 第六不许在别人面前 讨论他们家的事 第七不准随便请假 不然工资照扣 第八不许迟到早退 否则第二天工期要延长 听得马晓慧一脸猛逼 哎 我来哪 你急什么呀 太坦 赵大妈太不小心了 你别怪他 赵大妈 你快小心点 听到了没有 让你小心点 赵大妈 不想告诉你 你是我让太太把你挑回来的 在这个家里 你得听我的 听你的 当然 你得听我的 这是我见过最刁钻的雇主 一个保姆干活 两个人守着 叮嘱保姆要把家里边边角角全擦干净 保姆听他说话的时候 手里的火也不能停 保姆把刚拖地的脏水倒进水池 马上就被女主人说到他浪费 保姆说这水已经很脏了 主人说再脏的水冲马桶还是可以的 问保姆知不知道现在水多少钱一顿 这倒掉的可都是钱呀 保姆说那么脏的水冲马桶万一堵掉怎么办 你怎么那么不谦虚呢 阿姨 我觉得有些时候这钱不能省 喂喂喂 你在我家做保姆 是我拿主意还是你拿主意啊 对不起我知道了 马小慧在打扫厨房的时候花了十分钟 马上就被杨阿姨批评了 说小慧这么磨羊工 毕小时就是八块钱 磨掉的可是她的钱啊 小慧听着杨阿姨的话心里就不舒服 待了一会 马上就被杨阿姨说她怎么又偷懒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该不该擦了 你究竟是来当保姆的还是来跟我生气的呀 我当然是来当保姆的 那你就好好做呀 我知道了 还有小慧 你不要老板这脸 应该笑一笑 你这也算笑啊 笑的话起码露出八颗牙齿 你自己是照照镜子 你这有没有八颗呀 哦 是加起来八颗还是上面要八颗下面要八颗啊 马小慧在那边受苦受难 可燕子却在秦家作威作福 把圆圆从鞦韆上抱下来 打发去别处玩 她自己则坐上去当了起来 还问赵大妈一个月拿多少工资 赵大妈说这钱是东家给的 她不好议论 可燕子说他们都是做保姆的 应该团结起来 这样才不会被东家欺负 燕子 我拿你当孩子 这话说过就算了 我不愿意搞是非的 这么说 你是不想和我联手了 你是说我在搞是非 你当你是谁啊 我是保姆 而且啊 还是个老保姆 乌鸦都会欺负你 乌鸦在头上飞个圈 拉抛屎 都会拉到你的头上 你知道吗 燕子就是一只大老鼠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她总是偷喝主人家的牛奶 喝完后还不忘擦擦那张老嘴 结果等思思来拿牛奶的时候 发现刚买的牛奶 怎么这么快空瓶了 燕子解释是被圆圆喝掉了 思思一听便没有再说什么 明天走明天走 我帮你现在就走 马晓慧在拖地的时候 杨阿姨又挑事了 说拖把只能拖外面的阳台 客厅的地板是要擦的 让马晓慧拿抹布来擦地板 马晓慧一听也只好照做 可老吴却看不惯 他老婆这么刁难人 我说阿姨啊 你这样连我又一定看不下去了吗 我们家擦地什么时候用我妈补啊 哎呀 我是想看看她听不听话 你没听说过一个顺口溜吗 说是大鹏菜把季节搞乱了 大款把级别搞乱了 保姆把家庭搞乱了 你说的这些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你这么为保姆说话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什么什么呀 你亏你小子出来的 马晓慧当保姆啊 是漂亮的的呀 哎 你这话里有话是不是啊 什么意思呢 那要不然那么多保姆 你不挑偏挑了他 你不也愿意看顺眼的吗 行行啊 我跟你说了 马晓慧一边工作 还一边担心他爹一个人在旅社好不好 便向老吴接电话打一下 杨阿姨一看马晓慧在打电话 他赶紧计时 等马晓慧一打完电话 他就问马晓慧打的长途还是短途 说马晓慧这是违反了八大纪律之一 要从工资里扣一块钱电话费 马晓慧一听也只好认了让他扣 接着杨阿姨又问马晓慧 有没有把他家地址告诉他爹 说人心得肚皮 马晓慧的爹是乡下出来的 万一起了二心 来他们家偷东西怎么办 说他问马晓慧以前的事 马晓慧也是支支吾吾不肯说 这瓶水相逢的 谁知道谁的底细 说得马晓慧觉得这是太欺负人了 说杨阿姨不相信他可以不用他 但是不该这么说他和他爹 马晓慧这个保姆真是做得一肚子活 老吴知道是他老婆的不对 便来给马晓慧道歉 让马晓慧明天还来 说他们家这个星期都换了四个保姆了 他是很希望马晓慧继续做下去的 晓慧一听这才答应明天还来 思思明天就要出国了 今天他们特地一起吃顿饭 把家里托付给两个保姆 希望两个保姆能尽心尽力照顾这个家 保姆买回来一斤半排骨 结果雇主复称竟然只有一斤四两 他赶紧问保姆是不是记错了金数 说他还是带着塑料带称的呢 保姆一听雇主这话就知道雇主是怀疑他开油 说如果雇主不相信他 以后就别让他买菜了 雇主为了弄清楚保姆有没有开油 硬是让保姆推着坐轮椅的他来到了菜市场 结果保姆拿起排骨问摊贩他买了多少 摊贩却说他不记得了 雇主一听就说保姆是开油了 说得保姆有苦难言 最后还被雇主数落的哭了 这时被路过的另一个保姆看到 他一看到自己的同行被欺负 赶紧喊来了市场监管员 市场监管员一来这就数落摊贩 问他是不是又干缺金少两的事了 摊贩一看到市场监管员来了赶紧退了钱 此时的雇主才知道自己冤枉了保姆 燕子赶紧把马晓辉拉到一边 说是他把市场监管员喊来的 问马晓辉有没有在心里把他当作仇人 马晓辉说没有 燕子说其实他自己也挺恨自己的 上次他没有挑马晓辉去他的雇主家 却挑了个老太婆和他作对 他都烦死了 他问马晓辉在这个雇主家怎么样 说这个雇主一看就是一脸的刻薄香 问马晓辉是不是在他们家受气了 说他们做保姆的绝对不能太迁就东家 要是碰到欺负他们的马上走人 让马晓辉不要怕 说天底下这么大害怕找不到活干嘛 这是我的名片 陶燕子 对啊 我叫陶燕子 这上面有我的手机号码 你以后是碰到什么难事尽管打电话给我 你可真行 还有名片 那当然 就像你说的 不有的是办法 谢谢你 咱们两个仇人在这碰面 也算是种缘分嘛 我得去买菜了 你记得以后是碰到事 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杨阿姨说今天这事是他误会马晓辉了 让马晓辉赶紧回家干活 说耽误一个多小时了也要照扣钱 由于马晓辉住的旅店房租不够了 服务员便催着马晓辉的爹交租 他爹便给马晓辉工作的地方打去电话 结果是杨阿姨接的 说杨晓辉已经下班了 还让马晓辉他爹以后别打电话去他家 说一个保姆不能随便接电话的 马晓辉爹一听晓辉在做保姆 他心里很是难过 晓辉还是忘不了张小光和妞妞 又来到他们家楼下张望 结果听到妞妞在楼道里哭 他赶紧问妞妞怎么了 妞妞说是新来的阿姨对他不好 他爸也不许他提晓辉的名字 他让晓辉阿姨回来住 说他想晓辉阿姨了 晓辉让妞妞别在家里提她的名字 便抱着妞妞哄睡觉了 接着他把妞妞给送回来 张小光的新女友就说杨晓辉是笼络不了男人的心 便从孩子身上下手 晓辉不想跟他计较 让他以后对妞妞好一点 这时张小光也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帮你去放清澡水 我告诉你妈 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还有完没完 我不是来找你 我只是把孩子送回来 反正我是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也是 我有一句话要劝你 你可以这样无情地对我 但你不能这样对妞妞 他已经没有妈妈怪可怜的了 希望你能做得像个爸爸 晚上小慧回来后 他爹就把服务员催租的事说了出来 小慧为了找到一个地方住 便打电话给了燕子 接着他来到了燕子租住的地方 燕子说他隔壁正好有一个房间没人住 要500块钱一个月租给马小慧 可马小慧说他没钱 只能下个月交租 燕子便答应让马小慧在下个月的今天交钱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马小慧要把之前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马小慧也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小慧就把他爹带进了出租房住 小慧也守承诺把自己和张小光的故事告诉了燕子 我是在想以后我怎么办呢 我要是你我就跟他打官司 打官司 这这不成结院了 他不成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你还想要什么余地啊 他现在都把你赶出来了 难道你还想回到他身边去啊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不可能了 你就算不跟他打官司 你最起码也得先上他要比钱 这叫什么呀 这叫青春损失赔偿费费 你这三年你白给他睡了你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三年你白给他当地下情人了 再说你现在不是很缺钱吗 去叫他要呀 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你开不了口我去帮你要 我陶燕子是什么人 听到这种事我最来劲了 我陪你去找他 只要我陶燕子出马 我不像他要个十万八万 我陶在这倒过来写 乡下姑娘进城来找了一个二婚的男朋友 男朋友和前妻离婚后还带着个女儿 今天是男友两年前答应和他结婚的日子 可是男友却全然不记得这回事了 说他根本不想结婚 即便女人怎么求男友都没用 男友说在他眼里 女友就是一个给他洗衣做饭 带孩子陪睡觉的保姆 不仅如此 男友还把他赶出家门 重新找了一个女人住进了家里 让他这几年的青春喂了狗 女人把他的遭遇都告诉了朋友 朋友一听就为他打抱不平 说要去帮他找男友要钱 要不就和男友打官司 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们又来找男友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讹我 炸我 巧了 我的名字叫讨厌 无所谓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来就是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你什么东西 找人来整我是不是 三年前按行情 我们保姆的平均每月工资是六百块钱 逐年递增一百块钱 到今年也就是马晓慧离开你们家的时候 我们算的 怎么着也得有三万块钱了吧 除掉这几年你给马晓慧爸爸的五千块钱 咱们就算两万五吧 那你是给还是不给 你既然已经说了 马晓慧是你们家的保姆 那保姆费你总该给吧 小丫头骗子 走人 好 你不给 那我告诉你 你还有一个活法 这我倒是感兴趣 听听 你到底怎么安排我的活法 马晓慧心里还是爱着张小光的 让燕子算了 可燕子却不肯罢休 说如果张小光不给钱 他们就和张小光打官司 把马晓慧这三年的保姆费要回来 张小光一听就觉得马晓慧应该硬气不起来 说马晓慧最近涨金不少啊 还会打官司告状了是吧 马晓慧看张小光这么瞧不起他 他便说他就是要告张小光 可张小光却说他不信马晓慧有这么个胆 好 那你等吧 马晓慧 你跟我睡了两年多 我还不了解你 你踩死这蚂蚁都得给他安葬个人 你不告诉我 你们告诉告诉我 这太阳是不是从西方出来 张小光你听好吧 讨演说的没错 我就是应该站出来告你 让你知道 你必须尊重我 燕子走 马晓慧觉得他今天在张小光面前硬气了一把真的很解气 燕子说他觉得其实张小光还挺有魅力的 他觉得他们家秦院长身上也有这股魅力 就是让女人一见到就晕头转向的魅力 燕子 没发烧吧 哎呦 我都已经发很久了 我只要一见到我们家秦院长 我就发烧发得很厉害 燕子 真的喜欢你们这个东家 不许喜欢 你一喜欢就中毒了 那就让我中毒好了 让我中毒吧 你怎么不开窍啊你 马晓慧知道老吴退休前是警察 便把他以前的事告诉了老吴 看看老吴能不能给他出出主意 老吴一听马晓慧的故事就很气愤 问马晓慧是不是想讨要的说法 马晓慧说他觉得自己做人太失败了 白白付出了三年青春不说 还被张小光羞辱 他厌不下这口气 老吴说他认识几个很厉害的律师 可以介绍给晓慧 让晓慧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于是老吴就让马晓慧来到他朋友李律师这里 李律师听了马晓慧的故事 说他一定帮马晓慧要回三年的工资 可马晓慧却犹犹豫豫说他还没想好要不要打官司 这一打官司不就彻底翻脸了吗 骗你的男人一定觉得你很好骗 他会骗 你也好骗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不骗你骗谁啊 骗我 你说他骗我 我觉得他还不至于坏道 故意在骗我吧 不不 我没时间跟你磨操 你是老吴介绍过来的 他还特地观察我一定要帮你 我真的很感谢 可是 可是你还是觉得你们一打官司 你们的感情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说白了 你现在一个人很不快乐是不是 那不得了 怎么着 也得让他跟你一起不快乐 这样不大好吧 我还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 你这个律师 我当定了 我一定要让那个欺负你的男人 跟你赔礼道歉 就这么定了 李律师替马晓慧打官司也不收钱 让马晓慧很不好意思 他问李律师有没有家务活干 他可以帮李律师收拾 可李律师说他不需要 但马晓慧还是执意要还一点恩情 李律师便把他那单身哥哥的地址给了马晓慧 让马晓慧一周去帮他哥打扫一次 他付马晓慧工钱 马晓慧一听就答应了 说工钱他肯定是不收的 这样他心里也会舒坦一些 秦院长的妈不放心家里两个保姆带他的孙子 他便来了儿子的家里赞助 想看看两个保姆做的合不合格 欧姆每次给雇主的儿子喂饭前都喜欢用嘴吹一吹 孩子奶奶一看就问保姆怎么能用自己嘴吹 保姆说他是怕烫到孩子 可孩子奶奶说这样不行 孩子的免疫力是最差的 大人呼出的气息和唾膜都有细菌 会传染给孩子 说保姆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问保姆什么时候检查的身体 保姆说他有健康症 他下次一定注意 这天圆圆肚子饿了 赵大妈给他炒点剩饭吃 面子一看 他马上来给秦奶奶告状 说赵大妈正在炒剩饭给圆圆吃 难怪圆圆这两天拉肚子 接着请奶奶到厨房 又把赵大妈一顿数落 说孩子不能吃剩饭 要吃新鲜饭 这饭挺好的一点味都没有 我说过了 孩子不能吃剩饭 要吃啊大人可以吃 真的挺好的 来 我说赵大妈 你是孩子的奶奶 还是我孩子的奶奶呀 还有 我怎么听着 你叫我们家圆圆老师 什么狗蛋的狗蛋的呢 哎呦真是难听死了 把城里的孩子都叫成个放羊娃了 我们的地方这么叫孩子 那孩子长得结实 我根本不信这一套 再说 我们家圆圆身体本来就挺好的 我说赵大妈呀 你是个保姆 在我们家做事呢 就得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吧 不要自作成章 赵大妈 现在不用我出手 自然会有人收拾你了 赵大妈 你难道没有发现 你这样和我斗 有的哭了 哎呦 怎么了 气着了 不会吧 这么脆弱 我讨厌的现在还没出招呢 你得挺住 有点力气 跟我慢慢玩 赵大妈 谢谢你的饭啊 洗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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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好吃啊 这天赵大妈给圆圆 在讲民间故事 燕子赶紧到秦奶奶 面前告状 说赵大妈给圆圆讲鬼故事 太吓人了 秦奶奶一听 又对赵大妈一顿说道 说不能让孩子 从小就接受这种 封建迷信的教育 还有她让赵大妈 带孩子出去散步 赵大妈竟然让孩子乱跑 这要是摔断胳膊和腿 怎么办 赵大妈说 她是不想孩子太浇灌 那也不能让她 变成个野孩子呀 孩子是我们家的 该怎么教育 由我们说了算 你只不过是个保姆 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 就可以了 秦老师 要是这样 那你就慢慢学吧 赵大妈 挨骂了 心里很难受吧 不就是鬼故事吗 你讲给我听呀 我不怕的 那去擦在窗户 好好表现一下 喜山山喜山山喜山山 在燕子的丛中作梗下 赵大妈在秦家待不下去了 她收拾好了 行李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让秦奶奶 检查她的包袱 说她干干净净的来 就干干净净的走 而秦奶奶也没有留赵大妈 就让她走了 这时秦院长回来了 得知是她妈说到了赵大妈几句 赵大妈才辞职的 秦院长说在她看来 赵大妈还是很称职的保姆 让她妈不要对保姆的要求太高了 她便来挽留赵大妈 说他们家真的很需要赵大妈的帮忙 赵大妈看在秦院长的面子上 便答应继续留下来 李律师受马晓慧的委托和张小光打官司 她便来酒吧会议会张小光 可张小光说马晓慧就是个保姆 她和马晓慧在一起那啥的时候 她也付出了劳动 马晓慧不是也没给她钱吗 那她是不是也应该向马晓慧所赔 我是个通关手 打人会比较疼 你是律师 打人是犯法的 我打你 你有证据吗 你打得好 真痛快 不是打官司吗 你怎么打人 我可是为你身上正义 这官司不打了 你这是一根筋 律师姐姐 你好好给她上上课 由于张小光是马晓慧的第一个男人 所以马晓慧还是不忍心让张晓光难堪 可李律师说张晓光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让马晓慧早日清醒吧 马晓慧利用空余时间来帮李律师的哥哥打扫 还给他包饺子吃 两人也没见过面 都是靠字条传信 却不知李警官就是上次给马晓慧找吕涉助的警察 老吴的女儿吴建宏三十多岁了还没嫁人 在他爸妈的安排下来到酒吧相亲 结果相亲这男的直接就把他的介绍全写在纸上 让吴建宏看是否符合要求 结果吴建宏一看就对这男的不感冒 跑到厕所生气 吴建宏相亲的时候被张晓光注意到 张晓光和同事打赌 说吴建宏这种老女人 他不出一个月就能搞定 同事说他相信 张晓光为了彰显自己的魅力 又说他一个星期内搞定 同事却又不信了 张晓光便和同事打赌一箱啤酒 接着他马上来和吴建宏搭讪 说他是这间酒吧的萨克斯乐手张晓光 吴建宏一听就自命清高地走了 没兴趣 怎么样 变形的白骨精语 白骨精语 就是白领骨干家精英识了 那么现在不就是孙悟空了吗 等等 小姐 刚刚都有冒犯 请不要介意 再见 再见 女人三天两头地来酒吧相亲 可是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 而且遇到的男人一个比一个奇葩 就连酒吧里60块一杯的牛奶 都被相亲对象嫌贵 还和服务员吵架 让他看了实在不顺眼 而且这个相亲男没房没车工资才1200 可他却是银行的白领月入过万 这个亲他怎么相都不满意 最后相亲对象知难而退 而酒吧的萨克斯乐手对这个女人有了点兴趣 和同事打赌一箱啤酒 说他一个星期把这个女人弄到手 于是男人开始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 刚开始女人还是很矜持的 并没有过多的搭理这个乐手 可这个乐手却是胜券在握 快 就尝尝业务好了 快 追上去啊 就是败对 对付女人是要靠调 调位可的调 调得越足 迎面就越大 到这时还有五天了 哥们 你想喝那啤酒 我知道一定会气疯了 看起来简单的事是简单的 看起来复杂的事其实也是简单 宽箭的事是开始为人操作 女人尤其如此 你就从来没碰到我能指得住你的女人吗 女女他妈呀 他甩了我 居然跟个老外婆 好啊 他也教会了我 女人是拿来用的 用过作废 马晓慧 你扫兴是不是 对不起 马晓慧倒是个例外 他人老实 也玩不起 其他的女人呢 我把她们甩到井底下 割断绳子就走了 你怎么搞得像个女性心理学家似的 我觉得 我更符合女性生理学家 在又一次吴建宏相亲失败后 张小光给他送上了一曲音乐 说是送给酒吧最美丽的客人吴建宏 接着吴建宏就被张小光所打动了 入了他的坑 吴建宏和张小光交往后 他想着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必须先抓住一个男人的胃 他便让马晓慧教他做菜 说他是做给男人吃的 他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 于是马晓慧就把他以前做给张小光 最喜欢吃的菜交给了吴建宏 吴建宏便现学线卖做给张小光吃 张小光为了拿下吴建宏 还给他送了耳环做礼物 耳环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耳环 因为你再想耳环 会更有魅力 看不出来 还是承担语人的吗 因为喜欢才会去享受 我也是 因为喜欢才会去做菜 好 那我们吃菜 来 你尝尝这个 猜猜 这叫什么 心太软 你知道吗 来 尝尝这个 什么 松苓玉米 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来 我来倒酒 吴建宏问张小光想过结婚吗 张小光说吴建宏这种女人 应该不会有这么俗的想法吧 吴建宏问张小光她是哪种女人 张小光说吴建宏是知性而不识漂亮 独立而不识女人味 高贵而不娇贵 吴建宏一听就说她爱张小光 张小光说她有个女儿在读寄宿学校 可吴建宏说孩子总会长大 他不在乎 接着他们就借着美酒美食 上演了那不好看的一幕 小光 刚才你跟我说 你爱我 我也想跟你说 我也爱你 小光 我听见了 我就喜欢听你说你爱我 如果你要是骗我的话 你就骗我一辈子吧 由于张小光忙着谈恋爱 已经两个星期没去接妞妞了 妞妞哭着给马小慧打电话 马小慧说她马上去找张小光 可张小光现在看到马小慧就像看到温神 对着马小慧又损又骂 还堵着马小慧 张小光为了有人照顾妞妞 便找到她的上个女友咪咪 让咪咪去接妞妞 可咪咪说妞妞这么大了 可以自己回家 小孩子不要太浇灌了 张小光说妞妞学校太远 她和咪咪处了这么久 咪咪怎么从来不问她妞妞在哪上学 咪咪说妞妞是张小光的孩子 关她什么事啊 张小光一听瞬间心凉了半截 把迷迷的衣服鞋子和包包给她 说她可以走了 第二天马小慧不放心妞妞 想来学校街走 可老师说她是保姆不让街 最后她看到张小光在学校见妞妞 她赶紧躲了起来 来 老婆 老婆 老婆妞妞妞 老婆 小慧阿姨会来吗 她来干什么 走 老婆帮你吃饭去 女人因为被前男友骗了三年的感情 而在前男友的嘴里 她只落了一个保姆的下场 于是她便要起诉前男友 还她三年的保姆费 再上法庭前前男友要求私下和她谈一次 前男友故意在女人面前假装生病薄同情 女人一看赶紧关心前男友要照顾好自己 说她找律师打官司也只是想要个说法 前男友一听赶紧向女人说对不起 说这次她听女人的 女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只要女人开心就好 张小光说马晓慧如果恨她 可以打她骂她 如果觉得把她告上法庭心里会舒服一些 那她也不介意 还是那句话 马晓慧开心就好 小慧 对不起 你对妞妞 真的很好 妞妞最近还好吧 还好吧 昨天 是我接着回家 小慧 在我这 我非常抱歉 我能跟你句话吗 你爱我吗 我 爱过你 有了这句话 我也告了 马晓慧听到张小光爱过她 她也就不打官司了 分别的时候张小光让马晓慧千万别把她忘了 马晓慧说妞妞要是有事 就让张小光给她打电话 让张小光保重身体 病了就要吃药 李律师一看马晓慧被张小光三言两语一片就不打官司了 保姆费也不要了 她真是气得吐血 马晓慧说她真的不在乎张小光能给她多少钱 她不过是想要个说法 她本来也不想打官司 今天张小光说爱过她 这就够了 她不知道对多少女人说过这样的话 可她对我是第一次 她说她爱过我 以前 她都是说喜欢我的 那就OK了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对不起 你就对张小光说一句 我爱过你 你就OK了 你这个女人也太好骗了吧 我都服了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都被你扰出来 你走你走你走 这个官司我不接了 对不起 第二天马晓慧去上班的时候 他爹说也想出去走走 等马晓慧来老吴家上班的时候 正好看到张小光在吴建宏的车边 接着吴建宏也出来了 两人上了同一辆车 而且还有亲密的一幕 马晓慧一看都呆了 小光 给你的 打着 你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打官司吗 打官司当然要用钱了 其实 我不是去打什么官司的 我只是去找个律师 那律师一定是个女的吧 你们女人的思维 这么跟你说 杰森的酒吧 想让我入股 我只是 去找律师咨询一下 凭此而已 马晓慧一看到这 就猜到张小光又在骗吴建宏了 而马晓慧他爹想看看小慧到底在做什么工作 便也在跟踪小慧 马晓慧想起张小光和吴建宏在一起就心神不宁 洗衣服的时候发呆忘记关水 被杨阿姨说到他 吴建宏听说张小光想入股酒吧 他便问张小光需要多少钱 他可以出这笔钱给张小光 张小光表面上说他怎么能花女人的钱呢 亲爱的 我就喜欢你这些 我愿意 愿意是我最大的理由 谢谢你亲爱的 但是这钱 我真的不能养 那 就由不得你了 马晓慧在洗碗的时候又发呆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 杨阿姨看到后让他小心一点 说他如果有不舒服可以请假 可马晓慧说他没事 等杨阿姨一转身 马晓慧又把其他的碗也摔了 杨阿姨忍不住骂了他 马晓慧委屈的还哭了 说他会赔的 这时老吴带着杨阿姨的同事来他们家做客 杨阿姨便招呼马晓慧倒茶 结果马晓慧端茶出来看到建宏 他一走神又把茶水也打翻了 让杨阿姨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 等把客人送走后 杨阿姨就不让马晓慧在他们家做了 说他们家用不起马晓慧 吴建宏也把包扔给马晓慧让他走 没办法的小慧只好伤心地走了 老吴想看看小慧今天到底怎么了 便追出来问 小慧说是他看到建宏和一男的在一起 他怕建宏被骗 让老吴多关注建宏 说他很需要这份工作 让老吴去杨阿姨面前帮他说说好话 他到现在还瞒着他爹他在做保姆的事 他要养活他爹 老吴便答应回去再替小慧说说情 保姆一间发现雇主家的女儿和他前男友好上了 而且雇主的女儿还在给他前男友钱 他想着自己就是被前男友骗了三年 可别让雇主的女儿再被骗了 于是他便告诉雇主 说他的前男友不是好人 在外面有很多女朋友 让雇主劝劝自己的女儿 于是雇主就和保姆在女儿男友家楼下等女儿 爸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啊 姐夫啊 爸 你跟一个当保姆的在一块 也不怕被人看了说闲话 你 是我 我看见你和张小光在一起 我怕你上当受骗 所以 妈小慧 我可是记得我跟你说过 一个做保姆的 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 你心里要有数 再这说了 什么说轮到你做保姆的管我的事情了 你真是狗拿好多管闲事 你赶紧走 我真的 你别说了 赶紧走 马小慧一番好意被吴建宏当成多管闲事 吴建宏还说他爸连一个保姆的话都信 却不信自己的女儿 可老吴说马小慧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问建宏是不是真的和张小光在出对象 他怕建宏上当受骗 可建宏说他这么大人了怎么可能被骗 而且就算被骗也是他心甘情愿的 让他爸不要被一个保姆牵着鼻子走 他自己的是自己有主见 让他爸不要管他 我是怕你是糊涂啊 谈恋爱也要有理智 要理智还谈什么恋爱 好好好我不跟你这么 你看你啊 这么些年下来 挑过来挑过去的 最后竟然挑上这么一个不要脸的男人 爸 我做什么样的人是我自己愿意的 我愿意 那你给我回来 马小慧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爹不见了 吓得他赶紧出去找 而这边李警官也在河边救起一个寻死的老人 正是马小慧的爹 李警官想起上次他在张小光楼下看到过这个老头和马小慧在一起 于是他便来酒吧找张小光问马小慧的住址 可张小光说他不知道 说马小慧前段时间和他打官司 有个叫李律师的女的应该知道马小慧的住址 李警官一猜就知道这个律师是他妹 便通过他妹找到了马小慧 还好他爹被送来的及时 并没有生命危险 刚才你爹说你的什么事他知道了 他连累你 我挺奇怪 他为了你什么事他才这么做 你还记得那次在张小光家楼下遇见我们吗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他 没有什么婚礼了 我被张小光赶了出来 现在为了活下去都已经被我做了保姆了 大概就为这些吧 这些事情和自己的爹有什么不能说的 他不是我亲爹 什么 他不是你亲爹 我亲生父母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怎么说呢 他其实是我捡回来的 我是看他可怜又是残疾人 所以就收留了他 都十几年了 我们就以父母相称 哎呦 那你还真挺不容易的 还要照顾老人 马小慧把他爹接回来后 就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爹 让他爹不要再替他担心 说以后他会好好赚钱养活他爹 只是现在张小光不仅骗了他 还骗了东家的女儿 这时张小光来敲门了 说是警察找他问马小慧的地址 他不放心来看看 马小慧一听还心存感激的 谢谢张小光有这份心 他问张小光现在是不是又在骗人 说吴建宏是他东家的女儿 张小光招惹他干嘛 张小光说是吴建宏主动惹他的 而且他和马小慧分手了 他的是马小慧管不着 问是不是他找女朋友马小慧吃醋了 马小慧说吴建宏和他一样是玩不起的女人 让张小光放过吴建宏 而且张小光身边不缺女人 干嘛还骗吴建宏 张小光说是吴建宏就喜欢他这号的 人家要追他 他也躲不过 还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呢 那你会娶他吗 说呀 那是两把事 你别骗他了 他是个老实人 现在这世界还有老实人 可别说谁是老实人 说谁是老实人就跟骂谁一样 对呀 你那时候不就这么骂我的吗 我是太老实了 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早知道这样 你关死我应该给你打到底 张小光 你别作孽了 你不怕遭报应吗 马小慧 你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 一个臭伯母你管我 对 我就是管了 你再说一遍 我管到底 我瞧你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什么时候在打你 来 请请 张小光又想欺负马小慧 结果被马小慧的爹听到了 拿起扫把要打张小光 马小慧还拦着他爹不让打 让张小光赶紧走 但是马小慧还是告诉张小光 说这件事他会管到底的 张小光 谁呀 怎么没教养 你是找张小光的吧 他不在 你是谁 我是他前任女朋友 今天是来换钥匙的 怎么 你就是他信任的女朋友吧 我不知道是该恭喜你呢 还是同情你 你什么意思 别激动别激动 大家都一样嘛 我的前任呢 是他的保姆 马小慧 马小慧的前任呢 就是他的前妻 像张小光这样的男人呢 从来都是女人欠他的 你也会成为他的前任的 女人来到男友家找男友 结果碰到男友的前女友 前女友告诉他 说他们只是男朋友 众多女友中的一个 他是前任之一 女人也早晚会成为前任 现在明白了吧 王子都回家了 满大机跑的 都是白马 这男人呢 只剩下动物性了 你也不注意傻到 把全世界姓王的男人 都当成王子了吧 哦 那就惨了 也许 这个跟你也一样 要是 吴建宏得知张小光原来是个堂主 他伤心不已 他本来还以为遇到了白马王子 不料自己却是个笑话 第二天同事告诉吴建宏 说他拿房子抵押的50万贷款 已经成功打入张小光的账户了 吴建宏一听慌了 问同事这笔钱还能追回来吗 同事说钱到账就追不回来了 是不是从现在开始这房子 他就不再属于我了 对 吴建宏马上又来张小光的家里找他 结果门锁已经换了 连门都打不开 他生气极了 马小慧担心吴建宏被骗 他还来告诉杨阿姨 说建宏现在的男朋友 就是以前骗他的男人 他被前男友骗了三年 还被赶出家门 接着马上又有新的女人 住进了那个家里 所以他担心建宏也被张小光骗 张小光真的不是个好人 你说他不是好人 他就是坏人了 说实话 现在男男女女分手 哪个要是在背后 说哪个的坏话 这个人的做人就有问题 我以前在单位也做过领导的 谁要是在我面前告谁的状 我就看不起这个人 杨阿姨 我不是那种人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真心的为建宏好 马小慧说他不是个挑过离间的人 让杨阿姨相信他 可杨阿姨说马小慧的话不能全信 他女儿是个聪明人 没有马小慧这么傻 让马小慧离开他们家 马小慧看自己一片好心 被当成驴肝匪 他只能伤心地离开了吴家 而杨阿姨虽然舍不得马小慧 高傲的他也不会再挽牛 张小光甩了吴建宏之后 又无缝衔接地棒上了另一个富婆 准备在富婆的身上狠狠地敲一笔 我很有钱 吴建宏给了张小光五十万 张小光就人间蒸发了 他只好来酒吧找张小光的老板杰森 可杰森说张小光去国外了 吴建宏便让杰森把他的钱给他 说张小光要投资酒吧 而酒吧就是杰森的 杰森说他并不知道张小光要投资 吴建宏一听越来越起 富婆带着张小光见了他的同学 因为同学打赌他找不到帅哥 现在他找到了 同学便愿赌服输给了富婆十万块 张小光在这边陪富婆甜甜蜜蜜 而吴建宏却在酒吧伤心地等着张小光 他想起张小光对他说的甜言蜜语 他愿意被张小光骗 可为什么现在张小光却连骗他都不肯了吗 这钱是他们刚刚给的吧 你拿去 偷偷给你 什么 嫌不够啊 行 我刘巨峡还是个爽快的人 再加你一万 还嫌不够啊 我刘虎又请个明星来给我们楼盘剪彩 也不过区区一万吗 钱我不要 你想好 要要的话 你去要 吴建宏回到家告诉他爸妈 说是张小光骗了他 他把房子抵押了五十万全被张小光骗走了 现在张小光又消失不见了 他爸一听就说他蠢 可他说张小光讲过要娶他的 最后老无气的要去报警 妈 您别生气了 对不起 你呀 要不是今天 我逼着马小慧说 我还不知道这个人有这么坏呢 马小慧 他来过了 他说他是怕你上当 他说 那个人 以前就是他的男人 怎么会这么巧呢 我这找不到这个人 他去跑来跟你说他不是好人 难道 他们这是 你是说马小慧和张小光 对 马小慧和张小光 串通的 没错 这个马小慧一定是张小光身后的那个女人 他们特意安排的带我们家来当防武 然后把我们家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样 他们就可以下手了 简红 他 他会吗 会 妈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要去找他 简红 我有他的地址 来 你推我进去 我现在进去 来去吧 奥蛮高傲的老女人被男友骗了五十万 现在男友人间蒸发了 他便来找他家的保姆 也就是他男友的前女友 问是不是保姆和男友联合起来骗他的钱 说保姆真是不要脸 保姆解释他没有 说女人冤枉他了 他没有和前男友联手 可女人不信 抓住保姆就是一顿揍 还要去保姆的家里找男友 可保姆说他男友不在这 这时马小慧的老父亲从房里出来 说吴建宏被骗这是活该 小慧为了保护吴建宏 还挨了张小光的打 现在吴建宏又在这欺负小慧 问吴建宏还是人吗 让吴建宏给他滚出去 结果他们在拉扯的时候 燕子正在房里报警了 吴建宏还一把将马小慧的爹 推到在地上 把墙壁都给撞裂了 马小慧说吴建宏真是太过分了 而吴建宏担心出事便溜走了 接警的警察正是李警官 马小慧不想把事闹大 说他不报警 但是马小慧受了伤 李警官还是带他来医院拿了药 李警官问他是被谁打的 马小慧也不肯说 但是李警官却从燕子嘴里 早就知道是吴建宏打的 而老吴正是李警官的师父 李警官便把这事告诉了师父 老吴知道这事是他们家没礼 便来找马小慧道歉 说他知道马小慧是个好人 马小慧说以前吴家也帮助过他 现在他们就互不相欠了吧 老吴说要欠也是他们家欠小慧的 让小慧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都可以给他打电话 他能帮的一定会尽力 小慧也只好和老吴说了声感谢 吴建宏找不到张小光 就每天在酒吧里堵他 可杰森告诉吴建宏 张小光真的出国了 可吴建宏却不信 说他不相信张小光能躲他一辈子 最后仪式英明的吴建宏 只好来找李律师打官司 问他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骂死你都不为过 这个男人得了解多少 一下子把老底都给赔上了 对付男人 要永远等着留一手 聪明女人是先不露底牌的 我以为 我给了她钱 就能留住她的心 结果呢 她留住你的钱 她偷走了你的心 不 她是抢走了我的心 好了好了 打官司吧 对付公堂 这个男人一给你毒你就喝了 没人给你解药 得靠你自己 告他 就这么简单 把他骗你的坑里的价里 通通给我吐出来 小和 我警告你 你可不能像马小慧那么善良 被张小光花言巧语一片 心都软了 大路给撤回来了 这个马小慧就是太善良了 把什么人都往毫里想 吴家没了马小慧 又要出来找保姆了 可是杨阿姨已经在保姆介绍所臭名远杨了 这里的保姆一看到他们就避之不及 像是看到瘟神一样 中介一看到老吴两口子也是头痛 但是人家上门来了 中介也只好给他介绍 说今天新来一个保姆 对吴家的情况还不熟悉 可以让那个姑娘去试试 这东家 这个她 这杨阿姨 这吴叔叔 杨阿姨好 吴叔叔好 你叫什么女子 俺叫小琴 吴建宏听了他爸的话才知道自己误会马小慧了 他来向马小慧道歉 说马小慧作为一个保姆被骗还情有可原 可他吴建宏这么高傲的公主 竟然也被张小光这么个不入流的男人骗了 他真的很不甘心 马小慧一听这话就心里不舒服了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对 我是保姆就可以被他骗 你不是保姆 你是白领 你就不应该被他骗了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最起码我受过高等教育 那有什么不同吗 不同的是 你被他骗了三年 我被他骗了十三天 还有五十万 对 还有五十万 其实让我们最伤心的 是他骗了我们的心 骗了我们的感情 你们是一样的 你们都太善良了 在这点上 不分保姆还是白领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刚才我说那些话 我是在自己骗自己 这是我见过最恶心的保姆 在雇主家里一点也不注意形象 抠完脚的手又去抓头发 接着马上又拿吃的东西往嘴里塞 让雇主夫妻都看不下去了 说他这样太脏了 保姆让雇主夫妻也别太讲究了 说他看雇主家 不过就是个工薪阶层 干嘛这么多穷讲究 雇主一听就说 他工薪阶层观保姆什么事 保姆在他家干活 就得做好自己的工作 保姆说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他抓头挖脚吃东西 关雇主什么事 难道他没有人生自由了吗 他爸妈都没这样说过他吗 你一个保姆 你都说不起了 就是不能活 哼 打电 好了好了 别跟我说 我小心啊 你今天太过分了 赶紧让他走来 走来 我扣脚打的 我脑脚打的 哼 燕子也不是个安分的保姆 得知秦老师要带着赵大妈和圆圆外出 他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竟然跑到了秦院长夫妇的房里去洗澡 还把自己的衣服脱在秦院长的床上 结果秦院长回来正好看到燕子在他房里洗澡 他一猜就知道燕子打了什么主意 便赶紧把门关上退了出去 事后燕子一把鼻涕一把 累得向秦院长道歉认错 说他不该在主人家里这样做 秦院长让燕子不要解释了 赶紧离开他们家 秦院长 你是要赶我走 你不可以赶我走啊 你要是赶我走 那我可怎么办呢 我 这样的事情要是传出去 谁还会用我呢 我要是没有工作 那我怎么活呢 秦院长 我还有个哥哥 他也在念大学 但还需要我赚钱养他呢 那你说怎么办 秦院长 这件事情只有你给我知道 我们以后谁都不要提了 这都没有发生过 我保证 我保证没有下一次了 秦院长 我求求你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求求你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燕子没有得到秦院长 施不罢休 这天晚上下班了 也不回家 看到秦院长想喝酒 他便殷勤地 给秦院长送来小吃 还想着跟秦院长 一起喝酒 可秦院长却没有搭理他 让他赶紧回去 没办法 燕子只好回家 但是不死心的 他又故意来找话题 和秦院长聊天 可秦院长却又一次 把燕子给请了出去 还把他送来的小吃给撤了 第二天早上 秦院长上班比较赶时间 来不及吃早餐了 燕子赶紧贴心地 给秦院长送了面包 还趁机给秦院长眉目传情 握住秦院长的手不放 结果被秦老师看在了眼里 他便开始觉得燕子有问题 燕子 你怎么又偷喝煮人的牛奶 让秦老师知道多不好 你凭什么管我 你没看出来 秦院长特别偏爱我 今天早上 他还摸了我的手 我年纪大了 不想多事 可燕子 你弄这种外脑筋 是要遭天谴的 谁叫做不得安生 你咒我 我干什么咒你 因为你不得宠 秦院长喜欢的是我 燕子 你多大 我多大 我跟你争什么宠 咱们做保姆的 要想得主人的宠 那就先做好事情 主人自然就喜欢了 别满脑的人该主意 你凭什么说我 秦老师觉得燕子有问题 便想来问问赵大妈 他先是把燕子织了出去 接着就问赵大妈觉得燕子为人怎么样 赵大妈说他不背后一轮人的 秦老师便拿出一百块小费给赵大妈 说他想买赵大妈一句实话 可赵大妈不肯收钱也不肯说 杰森给张小光打电话 说吴建宏来酒吧找过他很多次 想要回那五十万 张小光一听就说那个臭女人还想要回钱做梦去吧 他张小光现在哪还会把区区五十万放在眼里 就是十个五十万 一百个五十万他也能立马拿得出来 但是他一个字也不会给吴建宏 这笔钱是吴建宏心甘情愿送给他的 他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还给吴建宏 他这回也要让吴建宏知道他张小光不是一个软柿子 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 身后还有成千上百的女人排着队追他呢 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保姆 上班时间竟然端着咖啡给雇主训话 说雇主家里太乱不爱收拾 让他们以后东西要归类 从哪拿的就往哪放 还有鞋底要自己经常擦一擦 不然让他前脚拖好的地 后脚又被他们踩脏了 还指责雇主不应该在院子里中花花草草 说会招蚊子 他当才在院子里乘凉就给蚊子咬了 说这蚊子万一有传染病 是该雇主负责还是他自己负责 沈阿姨 这个家是你的还是我们的 你狼本意思 我请的可是保姆 不是老师 说实在的 我们是双向选者 我看你们这个家 也没法做前途 跟你们说嘛 是张家 我也是住过的 我不住了 姑姑 当时给你们赏了一口 这个张口费 我还找收的 我现在的生长 一个小时十块钱 给你们还是给你哦 哦 我收现金 我收资料 他签人 他走 杨阿姨家留不住保姆 他只能自己做饭 说他坚决不要保姆了 以后他什么活都自己干 说他不幸缺了保姆 他们家就过不下去了 结果话还没落音 杨阿姨就闪了腰 没办法老吴又只好来中介 去找保姆 中介说他们这唯一 适合老吴家的就只有一个人 便带着老吴来见了 在找工作的马小慧 老吴还是想把马小慧带回去 狗狗的规矩 挑保姆又不是买咸菜 你要哪颗就哪颗 挑保姆 要两家家情愿的 什么跟你回去 你问我小慧了吗 他愿意吗 小慧啊 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回家 哎呀你知道吗 我们家只有你回去 才能太太平平 不去不去 不就是你们家的老太婆 把我小慧姐姐赶出来的 啊 不就是你们家的那个女儿 冲到我们家 打小慧姐姐的 跟你回去 呸 你做梦 我小慧姐姐说了 就算这天下的东西 全死光了 他也不会跟你回去 我们走 燕子走了 杨阿姨听说 马小慧在保姆介绍所找工作 他让老吴再去 请马小慧回来 说他现在真的很需要马小慧 可老吴说 马小慧被伤了心 不会再来他们家了 杨阿姨说 他的小女儿冰冰 马上要从新加坡留学回来了 家里不能没个保姆照顾 说老吴和马小慧关系好 让老吴再去求求马小慧 老吴便只好再去试试 而杨阿姨也告诉建红 说找马小慧回来 是有他的打算 张小光有个女儿 经常打电话来他们家 关系很好 所以如果马小慧 再和张小光有联系的话 在他的眼皮底下 马小慧逃不过他的眼光 这样他们也就能找到 张小光要回那五十万了 老吴来找马小慧 说杨阿姨把腰给闪了 他们家真的很需要 马小慧的帮忙 而且现在他小女儿也回来了 那杨阿姨 扭得厉不厉害啊 去医院了吗 现在一个人 谁照顾他呀 好 明天早上我来上班 真的 冰冰回来后 还跟着马小慧学做菜 对保姆这个职业 很感兴趣 这是吴家的电话响了 是妞妞打过来找马小慧的 杨阿姨一听 赶紧让马小慧接电话 原来是妞妞在学校 已经没家长管了 老师只好给马小慧打电话 马小慧便说 她下班了就去学校 哎 别干活了 快去吧 我回来没干完呢 哎呀 妞妞的事就是大事 别干了别干了啊 快走吧 还差五分钟呢 活干完了我就走 这可太好了 张小光 看我能不能把你找到 五点钟一到 杨阿姨就赶紧催着马小慧下班 让她去学校找妞妞 冰冰觉得马小慧这个保姆 真的很不错 她很喜欢 不仅干活马里长得也不错 关键是什么都会做 杨阿姨说保姆就是保姆 让冰冰可别一激动 就把保姆当成自己人了 冰冰说她已经把马小慧 当成自己人了 你这傻丫头 你给她钱 她才来工作 你把她抬得太高啊 她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妈 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 其实我知道你们为我出国 花了不少钱 所以我在新加坡业余的时候 就是打工做保姆 挣点钱的 你说什么 哎 我们把你送出去 可是让你去读书的呀 妈 我知道你和爸爸为了我出国 借了不少钱 欠了不少债 所以我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再伸手找你们要钱了 但是新加坡的物价又高 这钱一点都不精花 所以我就自己决定 在课余的时候 给别人做保姆 打工挣点生活费 你这傻丫头 这不是真的吧 这就是真的 哎呦天哪 我求求你的孩子 你在外面干这些 天知地知 谁都不知道 你现在回来了 千万不能干这个 你得好好给我找份工作 这次回来 我教学习家政服务 反正我在国外 你当过保姆 我很清楚 这当保姆 根本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女人来到新的雇主家做保姆 不料这个雇主 正是她前男友棒上的富婆 富婆看着女保姆 为人很勤奋实在 让女保姆 留在她家好好做 说她要给女保姆 开高工资 而女保姆 看着自己的前男友 和富婆在一起腻挽 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想着前男友骗了她三年 她却以一个保姆的身份 被前男友踢出去 这一次她无论如何 也要在富婆面前 揭开前男友的真面目 原来是张小光 要陪着富婆去新加坡旅游 她便委托杰森 帮她找一个素质高一点的保姆 给富婆去打扫和照看房间 如果保姆做的合格 他们回来后就继续用 正巧这天 冰冰在保姆介绍所找工作 她想提升一下 自己的专业能力 结果被来着找保姆的杰森 一眼相中 便定了让冰冰 去富婆的别墅做保姆 冰冰回来后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晓慧 还让马晓慧帮她瞒着她爸妈 说她第一次在国内 做保姆没经验 还让马晓慧陪着她一起去 说她把马晓慧 当成了她的偶像 于是第二天 马晓慧就跟着冰冰 来到了富婆的别墅 不料却在富婆的别墅里 看到了张小光和富婆的合照 马晓慧一猜就知道 张小光躲在了富婆这里 于是她就把她跟剑红 被张小光骗了的事 告诉了冰冰 小慧 我想好了 到时候等他们俩回来 由于张小光把手机号码换了 学校也联系不上张小光 妞妞现在在学校里 成为了一个没有爸妈要的孩子 还是好心的马晓慧 经常给妞妞来送东西和生活费 她为了让妞妞开心 还骗妞妞说爸爸出差去了 可是妞妞却知道爸爸不可能是出差 便伤心的跑回了教室 由于马晓慧要去富婆的别墅做保姆 她在吴家只能隔两天来一次 她向杨阿姨说清楚 她要去找张小光 杨阿姨说只要能找到张小光就行 但是马晓慧还是要来她家 有时间就多来 由于马晓慧工作很负责 富婆回来后 还是要留下马晓慧在他们家干活 可当马晓慧看到张小光和富婆 在一起亲密的时候 她实在接受不了 自己唯一爱过的男人搂着别的女人 便伤心的跑了出去 她告诉冰冰她不想再进那个别墅了 她宁愿天天在大门口守着张小光 说她在感情上真的接受不了 小慧 我能理解 可是你想想看 你在门口天天守着 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那个张小光那么狡猾 万一又让她跑了怎么办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一个人 你难为那么多人讨回公道 难道你真的想放弃吗 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 可我就是 你告诉我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见张小光和那个女人 别说了 今天是场合不对 以后 我会坚持的 你放心 我会把这事做到底的 小慧 你听我说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都是被那个张小光给逼的 你是在维护正义 怎么说来着 你是在维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 相信我 你一定能成功的 但愿吧 这天马小慧又来工作 结果发现富婆和张小光的衣服掉落一地 她就猜到了那不可描述的一幕幕 而她也只能默默地把衣服捡起来 继续她的工作 这时张小光从楼上下来拿衣服 看到马小慧的这一刻她惊呆了 你 你怎么在这 我在这儿做小施工 先生 你想吃点什么吗 八星男人把跟了她三年的女友甩了 转身就傍上一个亿万身家的富婆 结果不料在富婆的家中看到前女友在这做保姆 把她吓得够呛 而前女友这次混进富婆家做保姆 就是为了来复仇的 男人赶紧来问富婆家里为什么多了一个保姆 富婆看着男人这么激动 问她是不是看上保姆 说保姆可比她年轻漂亮 你别瞎说了 她怎么来的 不是你让杰森从保姆公司找来的吗 怎么 怎么去找她呢 怎么就不能找她 你们认识是吧 认识吧 我怎么会认识她呢 怎么会呢 一个保姆 我怎么会认识她 嘿嘿嘿 宝贝 今天你可不大对劲啊 不会吧 你看 就是家里来个保姆 有个保姆都不方便 我们二人世界多了个第三者 死退了好不好 咱们家不要保姆 不行 现在你就穿上衣服 我带你去见她 走 富婆看着张小光有点不对劲 她怀疑张小光跟马小慧是认识的 于是故意搂着张小光来介绍给马小慧 还让张小光当着马小慧的面亲吻她 吃饭的时候 张小光一直盯着马小慧看 富婆又在问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 张小光还是那句话 她怎么可能认识一个保姆 富婆打听马小慧家住在哪里 说如果没有地方住 就干脆住她家来 她还让张小光帮她一起邀请马小慧住进他们家 我现在有地方住 这挺好的 你看看 人家有地方住 你就不懂得客气 哎呦 小慧 我看你 我真做保姆 还太可惜了 你看你这个样子 水灵灵的 都哪有人喜欢啊 你就没想到 干别的工作 我什么也不会啊 哎呀 你干保姆工作多少年了 怎么说呢 三年了吧 这么长时间了 早认识我呀 你早认识我 刘姐培养培养你 办公室里面干什么活 不必干保姆墙啊 我可没那本事 你们先聊 急什么 再等会儿 我去换换衣服去走吧 像你坐下 你就坐下 富婆问马小慧 为什么去给人做保姆 马小慧说她当初 只是去给人帮忙看孩子 没想到别人就真把她当成保姆了 富婆说马小慧的底子不错 做保姆实在太可惜了 她房地产的圈子里大款多 到时候给马小慧介绍一个男朋友 问张小光觉得怎么样 马小慧有点不好意思便去干活了 小光还是不能容忍马小慧留在富婆家 她便怂恿富婆把马小被开除 说他们好好的二人世界就这样被破坏了 可富婆说家里这么大总得有个人干活 张小光便说她来干活 她给富婆做保姆 你这话说的我心里头感真舒服 可是就是你愿意 我也不舍得 再说了 我刘居家赚钱为了什么 她不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来好好享受生活吗 我有钱 我怕什么呀 我一高兴起来 我弄她个八个保姆在我身边转移 我喜欢我啊 我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能不能不要这个保姆 你到底是不要这个保姆 还是不要全部保姆 不要保姆 行了行了 我们不怕保姆了 伯伯 哎 陪我上公司去吧 我正好也带带你 多亮亮相啊 来 走吧 伯伯 张小光跟着富婆来到公司 接着她又借口要去酒吧有事 便溜走了 接着她回来找马小慧的麻烦 问马小慧到底要干嘛 明明知道她和富婆的关系 还故意来着捣乱 马小慧说她不管这些 她只是来做保姆的 张小光说马小慧是不是为了那两万块钱来的 如果是她马上把钱给马小慧 让马小慧滚蛋 马小慧说她来着不是为了钱 她是为了妞妞 问张小光有多长时间没有去看过妞妞了 还有张小光怎么能这么对吴建宏 现在吴建宏丢了工作 还被张小光骗了五十万 让张小光赶紧把钱还给吴建宏 马小慧 你太高伤了 太高伤了 你就不为了一点你自己 你说的对 我是为了我自己 就是因为你张小光的所作所为 我现在无家可归不说 走到哪都要被人误会 我在这儿就是要为自己争口气 马小慧 你就是一个保姆 你管正多少累不累啊 懂吗 你是一个保姆 对啊 你说的对 张先生谢谢你了 你要不提醒我 我还真骂了我是个保姆 马小慧 你给我挡着 你给我挡着 张小光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富婆正在楼下蹲着她 她一看就知道张小光和马小慧之间不简单 张小光气急败坏地来酒吧找杰森 说这都是杰森干的好事 她张小光跟杰森无怨无仇 杰森为什么要这么害她 把马小慧弄到她那里去做保姆 杰森一听就一头雾水 女富婆发现家里的保姆和她刚交的男朋友认识 为了试探男友和保姆是否有暧昧 便让保姆给她在睡觉的男友去送牛奶 她则偷偷跟上去看 只见男人喝完牛奶 还拉住保姆的手 被保姆强行松开 而女富婆就躲在门口偷看 还好保姆这次没有给男人机会 不然就被女富婆带倒了 哎小慧啊 你说我把这么一个帅哥放在家里头 会不会不安全的 刘姐要不放心 就留在家里陪她好了 我留在家里头 谁赚钱呢 真来养我啊 再见吧 哎 刘姐很好 马小慧把父婆送去上班 张小光就问马小慧还准备玩多久 马小慧说她是来这里工作的 可张小光说一个臭保姆算什么工作 让马小慧马上从这里滚出去 可马小慧说她希望张小光去见见妞妞 不然她就把张小光骗无见红50万的事告诉父婆 张小光为了先押住马小慧 她来学校见了妞妞 还给妞妞买了吃的 可是妞妞却不搭理张小光 还说张小光不是她的爸爸 她觉得活着真没意思 马小慧便劝妞妞 给爸爸一次改正的机会 如果你们都不来接我 干脆帮我送到孤儿园去好了 妞妞 爸爸答应你 爸爸以后有空了 一定会上来看的 你是个好家的管理人 人家爸爸了好不好 太英雄爸爸呀 你不相信爸爸吗 小慧阿姨 那你相信爸爸吗 好吧 妞妞 到了以后 如果没时间的话 就会让小慧阿姨常来看你 小慧阿姨和你在一起啊 爸爸还是放心的 有了马小慧的帮助 妞妞才原谅了张小光 张小光便向马小慧说了谢谢 说她没想到马小慧这么久了 还在关心妞妞 马小慧答应经常来看妞妞的 可千万不能食言 马小慧说她答应来看妞妞 但是希望张小光 把吴建宏的钱还给吴建宏 可张小光一提到钱就翻脸 说吴建宏的钱关马小慧屁事 他还拉着马小慧去酒吧 然后他去杰森那里借钱 马小慧趁着张小光去找杰森 赶紧拿张小光的手机打给冰冰 说他现在跟张小光在酒吧 让冰冰通知建宏马上过来 张小光从杰森手里借了2000块钱 还给马小慧几百块 说是妞妞的伙食费 剩下的是他托付马小慧接妞妞的钱 说是要让马小慧给妞妞当保姆 可马小慧却不愿意 说张小光不应该把妞妞 完全推给他一个人 妞妞真正需要的是张小光的父爱 他一个保姆是代替不了的 可张小光还是执意要把钱给马小慧 让他去照顾妞妞 接着张小光就要走 马小慧拉住他问吴建宏的50万块钱呢 你有话没话 你个臭王不管那么多事 杰森红的钱关你出事 我就管了 他管到你了 你先跟我说话 我的家都会准备 你再说一遍 杰森 来啊 你又看你 再说一遍 我就说了 放下我 放下我 你别再走 放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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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下我 不然你走 你相信 杰森 有话没话 杰森 杰森 终于来了 怎么了 谁跟脏物军啊 血量都快打起来了 杰森 你误会了 这些 这些不是什么回事 那是你这个 站住 这想先走了 马小慧你别跟我演戏了 为了我 看来我妈说的没错 我跟你这张 不许再算 你先走 我要跟张小光单独谈谈 杰森 我真的都 马小慧好心没好抱 又一次被吴建宏误会 他伤心极了 这是冰冰也来了酒吧 说他给他姐打电话没打通 马小慧说吴建宏就在酒吧里面 还非说他跟张小光是一伙的 他这么说 这不是电脑黑白吗 不行 我去搞个真相 冰冰你点信 别管 冰冰你跟我说 他现在在里面 跟张小光单独谈话 此时的吴建宏还在憧憬着张小光能爱他 他问张小光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他的位置 张小光说以前有 可从今天开始什么也没有了 吴建宏问张小光 难道他50万也买不来张小光心里的一个位置吗 张小光说 他是不敢给吴建宏太多的希望 不然吴建宏就会缠着他不放 吴建宏一听就报警 说张小光骗了他50万 他说只有把张小光送进监狱 他的心里才能舒服一点 不然他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那么张小光要是能进了警局 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刘家吧 你还是得去吧 他只是被传局问话 问王爸还要出来的 最后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要到我这儿来的 明白了 你跟我哥见过面了没 咱说点开心的吧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 我拿那个心思 要见见面呗 现在可是女多男少 时间谨慎无极 抓紧了 就这么定了啊 给你介绍个对象 这是我见过最傻的富婆 找了一个堂主做男朋友 明知道男友骗了前女友的钱 还被前女友告进了公安局 他还是愿意花钱把男友赎出来 只为男友能在公共场合宣布 他是正牌女友 就在男人和富婆享受浪漫的时候 律师又找上门来了 说公安局能把他放出来 并不代表法律能放过他 他的前女友还是要告他 让他吐出那片走的50万 张小光说那50万一不是他从吴建宏那里借的 二不是他从吴建宏那里抢的 说这在法律上叫做赠女 他不想要都不行 李律师一听就让张小光给他等着 很快张小光被吴建宏告了的事就被富婆 知道了富婆火急火燎的赶回家来拿钱去救张小光 马小会问富婆一下给男友拿50万 真的了解男友吗 富婆说不管了不了解 只是现在男友跟着他 正好落难了 他必须挺身而出去帮忙 说现在外面正流行一句话叫做拿什么拯救我的爱人 反正他有的是钱 他也跟一把潮流 于是富婆就带着50万的支票给李律师 问他是不是就能解决张小光的官司了 金红你觉得呢 吴小姐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 张小光不就欠你钱吗 我替他还 我一下子拿出50万 还要怎样吗 你该不会再考虑精神损坏赔偿那部分吧 没这个说法吧 张小光把他怎么了 虐待他了 压迫他了 这男女之间的事 我相信从来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吴小姐啊 杀人不过头点地吧 差不多了吧 好了 算了 富婆帮助张小光还了50万 他便在吴建宏面前和富婆秀恩爱 说富婆时的名事里的女人 特别有魅力 他会爱富婆一辈子 还亲吻富婆给吴建宏看 气得吴建宏扭头就走 刚才那些话是说给他听的吧 亲爱的 我可是真心的 真心的吗 当然 小样子 你想 我都快进局走 这事还多亏了你 我刘慧悠就喜欢把刀相助 再说了 你是我喜欢的男人 我是你爱的男人吗 当然了 你这样说话 让我好像觉得我是在冒险 亲爱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可是真心爱你的 你是真心的 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吧 谢谢你 亲爱的 你看 我跟你 谁跟谁啊 走 回家去 张小光告诉马小慧 说妞妞她也去看了 吴建宏的钱她也还了 马小慧是不是该离开这了 不然的话 她就对马小慧不客气了 马小慧让张小光放心她会走的 说她可没有张小光那么厚的脸皮 吃别人嘴软 拿别人手短 以后张小光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吴建宏失恋了 她也拿回了50万 现在她又想恋爱 便找到她爸的徒弟李警官 说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李警官是不是喜欢她 李警官说她以前喜欢过 但是也是过去是了 吴建宏说她爸妈最近会邀请李警官去她家吃饭 问李警官去不去 李警官说她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 父婆已经猜到马小慧和张小光之间不简单 于是她故意在饭桌上说要给马小慧介绍男朋友 还是做房地产的大老板 张小光一听就说那肯定是个老头 还带着孩子 父婆说人家是40岁的年轻小伙 张小光又说那人40多岁还不结婚肯定有毛病 人家刚刚提解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那也是 我说你怎么了 为什么非得挑点问题出来 我这是给小慧把把关 我怕你觉得人是保姆 给人随便找一个 行啊 那都见见吧 既然又年轻又有钱 条件这么好 我干嘛不见啊 就是啊 你凭什么把所有男人都想得这么坏啊 又有钱又年轻的男人 我们小慧凭什么就不能找啊 刘姐我没问题 你安排吧 什么时候都行 反正我总不会做一辈子保姆的 我总该为自己的未来想想 好好好 小慧说得好 八星男人把跟了他三年的女友甩了 转身就傍上一个亿万身家的富婆 结果不料他的前女友正好在富婆家做保姆 前女友因为受不了看到他和富婆亲密 便向富婆提出了辞职 而富婆觉得保姆长得年轻漂亮 要给他介绍房地产老板做男朋友 保姆也口头上答应了 在保姆要离开的时候 富婆故意让男友去送送 殊不知他是想试试男友和保姆之间是否有暧昧 张小光问马小慧真的会去相亲吗 问他真的会跟那个房地产老板去见面约会吃饭吗 马小慧说这不关张小光的事 可张小光说他不喜欢马小慧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马小慧一听就和张小光说了声再见走了 可张小光却把马小慧拉到墙角 说他是喜欢马小慧的 他从来没想过会真正的喜欢一个女人 可恰恰是马小慧 他越辜负的人却对他越好 所以他不允许马小慧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说马小慧是属于他的 接着就想对马小慧动粗 关键时刻李警官在附近巡逻正好出现 把马小慧给解救了 这才没有让张小光得逞 晚上马小慧来李警官家做饭 正好李警官也下班回来了 他们俩这才发现原来早就认识 李警官还震惊地向马小慧介绍自己 说他叫李大林 是林的林 我是李小慧的哥哥 原来是这样 那我干活去了 等等 今天我陪你干活 你快干活吗 我想如果你知道我 我可能会干得好一点 马小慧干完活离开的时候 李警官主动表白了马小慧 问马小慧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因为他们这段时间通过纸条已经很熟悉对方了 马小慧面对李警官的表白 他也默许了 第二天马小慧就来到保姆介绍所 说他以后不做保姆了 他让中介给他留意别的工作 像单位的擎杂工他也是愿意做的 中介便答应给马小慧留意 李大林马上也把他和马小慧交往的事告诉了妹妹李小和 说马小慧就是他喜欢的女人 他们已经交往了 李小和却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配得上他哥 但是他哥也老大不小了 他爸妈在世的时候就是希望他哥能早点结婚生子 他这辈子是不可能结婚了 所以他们李家的香火就要靠他哥 说他也考察了马小慧很久 没有一样家务活是做不来的 哥 这要是放了从前 八台大叫这样的女人都娶不回来 小和 平常你的想法不是挺新潮挺前卫的吗 怎么得我娶老婆就得娶个古板呢 你找老婆呀 找老婆干什么 相夫教子 贤妻良母 操持家伙 你找个像我这样的 成年给你要女权 不得苦死你啊 那是肯定的 你的话有道理 我现在还真是多少明白点了 所以嘛 人家小慧是真不错 虽然有那么点历史 毛毛雨来 我也谈不谅爱 这大事算什么事 那加把劲啊 干嘛呀 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话说 你不想去他做保姆吧 我嫌疑什么呀 给你到一会儿给别人的 照顾好了你我多神心呢 那好 不行动了 赶紧 很快马小慧就在中介的介绍下来到律师事务所做清洁工 他上班的第一天就被李小和发现 李小和是绝对不允许他未来的嫂子是个清洁工 便让马小慧去他的办公室谈话 他让马小慧马上辞职 说他堂堂李小和律师未来的嫂子怎么能是个清洁工 马小慧问李小和连他做保姆都不嫌弃 为什么会嫌弃他做清洁工呢 你做保姆只是个过渡 说白了 将来是给我哥做保姆 你是个聪明人 我知道 你跟我哥要是争好了 你不会再给别人做保姆了 那我总得有份工作吧 那工作体面嘛 有身份吗 马小慧 我是看你人品好 所以想让你成为我的嫂子 我看好你的品质 你要是真跟我哥 我哥会让你出来工作吗 现在是什么什么工作 就是在家做家庭主妇 你把我哥哥照顾好了就是你的工作 清洁工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贴给你成不成 你的意思是说 你希望我跟你哥哥好 就是要我跟你哥哥做一辈子保姆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也别算牛小尖 你给我哥做的保姆也就算了 你们要是真好了 他会赚钱养你的 实在不行我再贴给你们 但是 我绝不能容忍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对这种吓得人的工作 你现在就给我去死了 李小和说他哥已经喜欢上马小慧了 问马小慧怎么这么不长进 是不是做保姆做傻了 马小慧一听就知道李小和是看不起他 李小和说凭他哥的条件 明明可以找一个年轻漂亮没有历史的女孩子 他为什么偏偏要鼓励他哥和马小慧好吗 就是因为马小慧是个贤惠善良顾家的女人 你要是真想找工作 我托人 让你坐在办公室打打字之类的 小慧 听我的 把工作给死了吧 你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好吗 女人因为做清洁工被未来小姨子嫌弃 说女人作为她的嫂子 只能做她哥一个人的保姆 让她不许再做清洁工这么丢脸的工作 女人一看就知道小姑子是看不起她 男友给她做好一桌饭的菜 在等她的时候 她走到男友家门口都没有进去 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男友 让男友空等了一场 李大林来找马小慧 问马小慧为什么没有去付她的约会 马小慧说凭李大林的条件 怎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她配不上李大林 可李大林却说她没有碰到过 比马小慧更让她心动的 李大林 我是那天 我们不是一类人 我们咋不是一类人 没说话我都说了 我怎么了 喂 你给我站住 你松手 我不松手 我不松手 你再松手 再紧卡了 你知道我就紧张 你怎么回事 批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了 怎么说都就算 你妹妹都跟我说了 你要找的女人 不能是个伺候人的保姆 要伺候 你只能伺候你一个人 李大林 我很感谢你刚跟我说那番话 其实我 这两天想了很多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甚至已经把保姆工作辞掉了 可是 做保姆没有什么相格的人 不跟别人一样 我也有感情 我也有尊严 我也有人格的 不为了别人 就为我自己 我还要做保姆 而且我要做最好的保姆 马小慧说她再也不会去李大林家里做小事工了 可李大林不答应 说马小慧不仅要继续做她家的小事工 还要做她的女朋友 可马小慧说她以后还会做保姆 李大林不会看不起她吗 李大林说正是因为这一点 她才喜欢马小慧的 马小慧一听感动极了 也不和大林分手了 冰冰成立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 她把公司的保姆都集中起来培训 教大家更多的知识和课程 马小慧也参与了她的公司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度 由于张小光还是没有来学校接妞妞回家 妞妞又成为了没人要的孩子 马小慧来看妞妞的时候 妞妞伤心地告诉小慧阿姨 说爸爸要结婚了 还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叫另一个女人妈妈 她真的觉得太没意思了 马小慧一看妞妞这么难过 她便来酒吧找张小光 结果看到富婆在酒吧欣赏张小光 张小光则在台上演出 马小慧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便找到杰森出来 希望杰森转告张小光 如果她要结婚 最好要先跟妞妞说清楚 虽然妞妞只有七岁 但是她已经很敏感了 希望张小光不要伤害到自己的女儿 让张小光有时间多接妞妞回家 我今天去看过妞妞 因为我答应过张小光 过去帮她照看 可我不是她的父亲 你知道妞妞真的很可怜 她不能光顾着谈恋爱 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吧 你真是个好人呢 我今天看她的时候 真想把她接回去 可我不能那么做 这对妞妞不好 不公平 好 我知道了 杰森把马小辉的话转告给张小光 张小光也说马小辉对她的女儿是真的好 她怎么就这么有女人缘呢 说她也想过 就这么跟富婆结婚算了 富婆也在等着她开口求婚 更何况富婆那么有钱 她下半辈子也不用愁了 只可惜富婆不是鲜花 不然她早就把富婆娶了 但是她又害怕自己在一个女人身边待不了多久 女人嘛 就是拿来玩的 因为她妈当年那么爱我 后来不也登给杨森的女人 可见这女人是靠不住 所以我说 女人只能拿来用 不是拿来爱 也许最糟糕的让你遇上了 可也许最好的 你也错过 你是说谁 马小辉 马小辉 好是好 可毕竟是个保姆 如果她要是有刘局霞的钱 秘密的身材 健虹的情调 那可就 那又不是马小辉 说的也是 吴建虹把马小辉约出来 这时的吴建虹正在一个人喝闷酒 说她还想再见张小光一面 马小辉让吴建虹有出息一点 说张小光都把她骗成这个样子了 难道吴建虹还没死心吗 而且张小光马上要结婚了 吴建虹一听就要激动地跑去找张小光 马小辉只好拉住她 让她理智一点 小辉 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她是孩子的父亲 不管怎么样 得让她知道 去找找她 我求你了 好 我去 这一次马小辉没有自己一个人傻乎乎的在跑去找张小光 而是把健虹的请求告诉了李大林 李大林一猜就知道吴建虹肯定是怀孕了 他便说他去找张小光谈谈 说男人总应该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我明白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别说了 有事的时候 拿来跟你聊聊 真好 男人骗了女友五十万 转身就把女友甩了 接着她傍上一个亿万富婆 拿着玫瑰花向上富婆求婚 说富婆是她生存的意义 是她幸福的方向 接着又从玫瑰花里拿出一个戒指 问富婆是否愿意嫁给她 关键时刻富婆家的门铃响了 来人正是男人的前前女友 富婆一看 赶紧背着男人和前前女友出来聊天 富婆其实早就知道 马小慧跟张小光的关系 他问马小慧跟张小光是不是之前认识 马小慧让富婆别多想 他来找张小光就因为一点小事 可富婆说马小慧瞒不过他 虽然马小慧和张小光没有当他面说过一句话 可他早就看出来了 而且张小光刚才跟他求了婚 如果他答应了 张小光就是他的人了 马小慧难道不关心他们的关系吗 那是你们的事情跟我不关 小慧啊 你还在跟我装啊 你大概是忘了留解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人 有的时候糊涂 有的时候装糊涂 有的是难得糊涂 生意的事情我不大懂 我该跟你说得清楚一点吧 我什么样的场面没有接过 什么样的人没有碰到过 这个生意也好 爱情也好 千万不要把你看到的事当真 哎 这个没有威胁的东西啊 往往是最有危险的 可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人 其实心里反而更清楚 从你第一天到我们家做保姆的那天起 我就已经看出来了你跟张小光的关系 我不点穿 是因为我懂的游戏规则 懂不懂 张小光看到马小慧和富婆在一起聊天 他有点慌了 富婆告诉马小慧 他生意摊子大 耳目也多 他结交的什么朋友有什么底细 不用他自己出马 底下人就会全部给他调查到一清二楚 他问今天是不是吴建宏让马小慧来找张小光的 说他猜到应该是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吧 马小慧赶紧解释 就只是一点私事 可富婆却说张小光的所有事 他早就一清二楚 他这个人占有欲特别强 他的男人可以有过去 但是过去必须属于他 说他知道吴建宏是怀孕了 马小慧今天来找张小光就是说这件事的 说得马小慧哑口无言 张小光怕他们再聊下去会出事 便赶紧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宝贝啊来得正好 小慧找你呢 拉小慧你来玩啊 什么过来玩啊 不说了吗 有事找你 你看看能帮呢 就帮人家一下 帮不上的话呢 小慧别急啊 有刘姐在呢 刘姐会帮你的 那你们两个慢慢聊 帮小慧 有空来玩啊 张小光说马小慧来的真不是时候 打断了他对富婆的求婚 马小慧说他也不想来 只是吴建宏怀孕了 张小光问吴建宏怀孕关他什么事 马小慧说张小光是孩子的爸爸 吴建宏明天会去医院做手术 张小光应该去签字 小光 建宏还是单身 我怀了孩子 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挺可怜的 可是我也很可怜 我好不容易找到富婆 以为后半生一事无忧了 你为什么经常跟我说这个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要不是因为建宏肚子里的孩子 我巴不得这辈子都不要见到你 那是条人命啊 你是个男人 你得负起责任了 我知道 张小光把马小慧打他走后 他就要继续来给富婆求婚了 说他从看到富婆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富婆 接着他又掏出了戒指 可富婆说他想问张小光几个问题 张小光以前是不是就和马小慧认识 张小光只好说他是认识马小慧 仅此而已 富婆又问他吴建宏怀孕的事怎么解释 他说张小光也太低估他了吧 张小光之前所有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遗憾 从张小光第一次问他的那一刻 他真的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 找到了可以托出终身的男人 那一刻 他真的很想和张小光守候一辈子 可后来他发现 张小光和马小慧的事 张小光瞒着他也就算了 因为他还是舍不得放弃张小光 他一直在给张小光机会 可张小光不知道珍惜 现在吴建宏怀孕的事也瞒着他 唉 不要怪我 是你自己不好 张小光 小光 戏也完了 墨也拉下了 来 收拾收拾你的道具 回你自己的老家吧 至于吴建宏的那五十万 就当是你跟着我给你的筹筑吧 走吧 第二天马小慧陪着吴建宏来医院打胎 他们本以为张小光不会来 可最后张小光还是出现了 好好和他谈谈 女人分手后发现自己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 而且他还被前男友骗走五十万 可前男友现在却傍上一万身价的富婆 不愿承认他肚里的孩子 让他把孩子打掉 女人一听就朝前男友泼了一杯水 说他真是无情无义 他问前男友爱过他吗 哪怕一点点 男人说没有 他和女人在一起是因为跟朋友打赌 打赌 你为什么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啊 因为我怕你还对我抱有希望和欢笑 张小光 你是个畜生 见后 水你也泼了 耳光你也大 够了吗 没够 我还有一件事情的真相没告诉你 张小光你听好了 我没怀疑 真的 我都是骗你的 其实吴建宏是已经怀孕了的 但是他为了在张小光面前保留最后的一丝尊严 谎称他并没有怀孕 接着他伤心的冲进手术室 打掉了这个孩子 吴建宏的爸妈看着吴建宏现在失恋了 他们便准备撮合李大林和吴建宏 还想请大林来他们家吃饭 顺便观察一下大林的想法 老吴一听便赶紧去请了 由于吴嘉欣请来的保姆做事毛手毛脚 杨阿姨怕今天耽误事 便把马小慧给请来帮忙做饭 说是今天想给建宏介绍个对象 说这个对象从小跟建宏一起长大 两人之根之底 从前是建宏看不上他 可现在建宏失恋了 他只好撮合撮合 杨阿姨别这么想 我觉得建宏挺出色的 你对建宏好 我心里知道的 你知道吗 这个对象啊 就是你吴叔叔的徒弟 叫李大林 也是当警察的 马小慧怎么也没想到 吴嘉惠把他的男朋友介绍给建宏 在聊天的时候 杨阿姨说要把建宏介绍给李大林 可李大林说他怕建宏看不上他 杨阿姨说不会的 老吴也说他想来个亲上家亲 可李大林不好当面回绝 便没有说话 小慧一听就以为李大林是默许了 接着李大林还在吴嘉看到了小慧 杨阿姨说他家建宏是个银行的白领 而且对李大林的印象特别好 他看李大林也不小了 到现在也没个女朋友 他想着李大林和建宏要是发展起来该多好 而且把建宏交给李大林他也放心 大林 你不会嫌弃建宏吧 是吗 不会的 那就太好了 是吗 是吗 我去洗个手 你去吧 你说他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 这个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真是太好了 真是缘分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看 小慧 这事我回去跟你说 小慧吴嘉做好饭之后 他并没有留下来吃饭 而是赶紧走了 这一顿饭李大林也没怎么吃 他说有话想和师父聊聊 便把老吴给叫了出去 不行 我去找他 别人 你别人 你别拦着我 他居然被人 你去相亲 他把你当什么了 我要去问他 你听我说好不好 其实这事 大林也没有错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才知道 大林跟健红从小就认识 用杨阿姨的话说 就是轻微竹马 两小无猜 他们俩 从小相互 最有好感 可是现在大林喜欢的人是你 可我知道我是谁 我不过是个保姆 从这点上 我和健红没法比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保姆怎么了 反正 我觉得大林 应该有个选择的机会 李大林告诉师父 其实他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他刚才在吴家没有明说出来 是怕师母伤心 老吴问那个女人是谁 李大林不好明说 可老吴却猜出来是马小慧了 哟 到底是师父呀 当警察的嘛 看人一个准 小慧这孩子啊 心里善良 懂事 又能干 以后啊 对人家好一点 别欺负了他 师父 谢谢你 师父 师母那儿 你帮我去偷偷偷 跟他跟师母说说话话 别让师母以后骂我 要不然我以后 还怎么进进去你的家门啊 这我知道 你放心 年轻帅气的警察找了一个保姆做女友 而且保姆还有一段维持三年的情史 是被前男友甩过的女人 警察却喜欢保姆身上的淳朴气质 决定娶她为妻 可是警察的妹妹不同意她哥娶一个保姆 说她是喜欢嫂子 可是嫂子不能出去做保姆 要做也只能做她哥一个人的保姆 警察一听就问妹妹是不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她的嫂子 觉得她嫂子是一个低等的人 妹妹说嫂子如果一直做保姆 那只能算一个底层的人 她不允许她哥和一个保姆结婚 如果要结婚 她一辈子也不会叫嫂子一声 也不会再认这个哥 李小和 现在我告诉你 以后我的身体消灭 这是你的公事 只要放到家里头 喂 好剑红啊 嗯 好 我忙过来 李小和 你等我看 剑红把李大林约出来 问她真的跟马晓慧在交往吗 说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李大林说她在追求马晓慧 但是马晓慧还没有答应 剑红说马晓慧的为人还不错 她现在这个样子也配不上李大林了 他们家里是剃头刀子一头热 说以前是李大林喜欢她 可她不喜欢李大林 现在她对李大林也没什么感觉 剑红 谢谢你 马晓慧她是个好女人 好好珍惜吧 不过 我现在还真有点记住她 李大林和剑红谈完回来 就向马晓慧求了婚 马晓慧听了后一脸猛逼 李大林说他们明天就去登记 马晓慧感动的说 她一直盼着李大林会对她说这句话 但是对不起她不能答应 李大林是她遇见的人里面最好的一个 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大的福气 她知道自己要是错过了李大林 她这辈子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男人了 她以前在感情中受过伤害 她希望她的婚姻能是认认真真的 她能去体体面面的做一个新娘 她知道小和还不能接受她做保姆的职业 所以她不能答应李大林 小和 这正是我想给你的 就像其他幸福女人一样 拥有爱情 拥有家庭 你知道 小和虽然可以喜欢你的 可是她看不起你的职业 不想让你做梦 做新铁工 说是敌人一份 她说别人对你的歧视 是不可能改变的 和我不信 我才会把别人怎么想 我看中的是你人品 你的善良 看中的是我们俩之间的真情 小和 我喜欢你 你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最爱最爱的女人 我想娶你 我想照顾你 我也想让你继续照顾我的生活 我们还可以再生个孩子 让让他们看 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大林 你的心意 我明白 我真心的感谢你 对我说这番话 可是大林 你能听我说吗 你知道我以前 跟张小光的事情 以前每次提起来 我都觉得很委屈 我觉得我被他骗了 很可怜 可是渐渐的 我知道我也有我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自尊自爱 没有我自己独立的人格 我不管是干什么的 早晚有一天 可能还是会被人抛弃 我不想再走老路了 大林 如果你的妹妹 不能改变她的看法 我想 我没办法接受你的 李大林说感情 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为什么马小慧 非要看小和的脸色 小慧说他们都没有了亲生父母 她很在乎亲情 她不想她未来的婚姻 有任何的不舒服 李大林问 如果她妹不同意 难道他们就不结婚了吗 问小慧究竟是怎么了 难道是不喜欢她吗 或者是还有别的事 难道小慧还没忘记 那个曾经抛弃过她的张小光吗 马小慧一听李大林的这句话 她伤心的就跑走了 马小慧打电话到学校 问妞妞的情况 老师说她最近 给妞妞爸打电话 一直打不通 听说妞妞爸 好像是生病了 小慧还是担心张小光的 便来找杰森 打听张小光的病情 生病了 她是眼睛黄的 后面她是不全 不行 一开始大家都没打回事 可是妞妞觉得 一直发烧挺奇怪的 后来医生说 她的肺有问题 怎么不这样 那你知道 妞妞现在怎么样吗 我不知道 我小光还算是要害你 她去出院之前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交给那个妞妞 现在几乎是什么钱都没有 我去看那个钱都付不起 一点都不知道 她知道 她伤你伤得很厉害 你还是看看她吧 她也许活不长了 也许是你 先看你最后一面 男人因为欺骗多名无辜女孩的感情 甚至还骗女人的钱 如今她终于要遭到报应了 在医院里查出肺癌晚期 她的前前前任女友得知她的病情 还来医院看望她 看到了她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女儿 因为担心她死后没人给女儿梳头 她便让女儿去向护士借剪刀 要把女儿的头发剪短 小慧阿姨 你来了 小慧阿姨 小慧阿姨 我能不剪头发吗 嗯 我们不剪 妞妞 你现在出去跟护士阿姨玩一会儿 我跟爸爸说两句话好吗 好 去吧 马小慧安慰张小光别多想 早发现早治疗 可张小光说她这是报应 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马小慧说张小光应该让妞妞去读书 不应该让妞妞每天待在医院 张小光说她没几天活了 等她死了 妞妞就再也看不到她了 但是马小慧还是把妞妞送来的学校 小慧阿姨 我爸爸很可怜 你不要离开她好不好 妞妞好好学习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爸爸的 你离开我们家之后 我就连家都没有了 现在爸爸很可怜的 她真的快要死了 你不会离开她的 对不对 听阿姨说 你现在小 好多事情 你要长大了才能懂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我爸爸不要我了 我爸爸如果死了 我也要死的 你谁说的 小慧阿姨求求你了 陪陪我爸爸好不好 张小光做噩梦发现大家都离开了她 吓得她从梦中惊醒 醒来后发现小慧在陪着她 说她到现在才知道小慧的好 那时候她对小慧无情 真的太伤人了 她没多少日子活了 问小慧能原谅她吗 小慧让张小光好好养病 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求求你不要走好 她在我要死的份上 她在扭扭她的墙 不要离开我 小慧 不要离开我 我求求你 求求你 健虹准备下个月就出国流血了 说她要重新开始 马小慧却把张小光得癌症的事告诉了健虹 健虹一听高兴极了 说善恶中有报 老天爷都在帮他们打抱不平 说张小光死的时候 马小慧一定要通知她 她怎么着也要去给张小光送一个花圈 我是现在送的 还是她的死了以后送 马小慧为了筹钱给张小光治病 她又来找张小光前前女友咪咪 可是咪咪说她已经结婚了 她不能让她老公知道她有过去 可马小慧说张小光得的是癌症 癌症 不是说癌症病吗 哎呦 管她什么病呢 她死了再说 她现在住院治病 你需要钱 你看 你怎么能帮我她呀 我帮她 那谁帮我啊 她们有很多女人吗 你找别人去吧 到时候万一给我老公知道了 那可不得了的 我还要不要这个家 你就看在 你过去也是爱过她的份上 你就帮忙她吧 爱 我还爱刘德华呢 你你 别说了别说了 她不死 别来找我啊 拜拜 你先别走 马小慧 马小慧没办法又来找父婆借钱 可是父婆说她是生意人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便把马小慧打发走了 由于小慧要在医院照顾张小光 便没时间来给李大林做饭了 他给李大林留了纸条说他最近比较忙 张小光说他舍不得睡着 他怕自己睡了 马小慧就走了 马小慧说他答应张小光不走的 把你的手给我好吗 好吗 我要抓着你的手睡觉 我不让你再 李小慧来告诉他哥 说马小慧跟张小光和好了 李大林一听就不信 可李小慧说是建红告诉他的 今天马小慧在找建红借钱 要给张小光治病 现在张小光病了 马小慧在医院里24小时照顾 张小光生病了 他就去伺候他 是啊 你看到我的预感 你的都没错 人家在一起三年 你们才几天呢 这个傻子 哥你干嘛 你冷静点别乱来 我就问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事 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他根本就不属于你 我不管他属于谁 我就知道他都明白 哥 你冷静点 别冲动好好想想 男人亲眼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去照顾生病的前男友 而且前男友还说等他病好了 他一定把前女友娶回家 这样他的女儿就有妈妈 他们一家三口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男人听到这些话 他心如刀割 自己爱了这么久的女人 竟然会背叛他 他伤心的默默离开了 李大林心情不好找师父出来喝酒 把马晓慧去医院照顾张晓光的事告诉了师父 还说马晓慧要和张晓光结婚了 老吴说张晓光真是卑鄙 但是如果李大林真的爱马晓慧 就应该把马晓慧抢回来 您让我跟一个快死的人去抢女人 我还看不出来啊 这怎么说是抢呢 这是在救马晓慧 你要真心爱马晓慧 就不要放弃他 师父呢 说我对马晓慧跟那个张晓光 真的是果断思念 重情复发 难舍难分 什么难舍难分啊 我又不信 马晓慧又这么傻 到现在还认不清楚张晓光的真面 要我说啊 他是心体善良于心不忍 仅仅去照顾一个病人而已 你说是不是 你是这么认为的 我当了几十年的警察啊 看人是八九不离十 我问你 你现在还爱怪马晓慧 这还用问吧 我刚爱他了 这就得了吧 你赶紧就找他啊 马晓慧现在最需要是得到理解 别人不理解他 你应该理解他 我说张晓啊 我们做男人呢 要心穷开阔 要包容一切 退一步说了 就是他做不了你的老婆 你也得把人家当做朋友一样啊 师父 您到底是师父啊 你怎么跟我一说啊 我的心里都舒服多了 马晓慧每天累死累活的 在医院照顾张晓光 他想回去一趟张晓光都不让 说马晓慧人在他这里 可心里却在想着李大林 说既然这样 马晓慧为什么还要来照顾他 是不是因为恨他 想看着他死 马晓慧问张晓光怎么这么没良心 他来照顾张晓光 是因为可怜张晓光 可怜妞妞 让张晓光不要忘记了 是怎么求他留下来的 你可怜我 是你可怜我就会来照顾 那别的男人求你 你也会可能别的男人 你说想要走啊 你跟那警察睡过家了 杨晓光 一定是睡过了 睡过几次 你说话呀 你人在我这儿 心里下的都是他 你开放手 你是为了可怜我才留在我这儿的 你其实恨不得我早死 我死了 你就能找别的男人去 是不是 你为什么做保姆 你做保姆可以挑选不同的男人 你那么漂亮 那么性感 那么年轻 张晓光 你太别逼了 由于小慧天天去医院照顾张晓光 他爹开始生气了 问马晓光是不是吃张晓光的苦头还没吃够 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张晓光骗了小慧三年 如今得病是自己的报应 可小慧还要去照顾张晓光 这就是不知好歹 好不容易从张晓光的泥潭里跳出来 为什么还要再陷进去 他爹说如果小慧执意要去照顾张晓光 他就回老家去 我救险你 把你救回家的时候 从来没有问我你过去是什么呀 没有惊小过你的过去啊 为什么现在我就是想帮帮别人 我就是想杀的人 那你就不许呢 别怨爹 爹看你这些心跟刀割的心 你你着急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时李大灵来了 他给马小慧送来了吃的和衣服 说小慧在医院陪业很辛苦 别饿着自己别着凉了 小慧问李大灵不怨他了吗 李大灵说他从来没有怨过马小慧 只是他以前没有想明白 他现在知道了马小慧是在做好事 他会支持小慧的 马小慧来医院的时候 护士就把马小慧给喊去了 说张小光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没有再治下去的必要了 让马小慧做好心理准备 马小慧一听伤心不已 问张小光还能活几天 医生说三到五天 此刻的小慧再也控制不住的哭了起来 毕竟张小光是他的第一个男人 也是他的初恋 虽然张小光骗了他三年 可那三年却是小慧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经历 这是我见过最傻的女人 前男友骗了他三年 最后还给他戴绿帽子 把他扫地出门 可如今前男友得了癌症 他却还愿意来照顾前男友 让前男友要坚强地活下去 前男友说他真的不想死 他如果死了 他的女儿怎么办 他让前女友救救他 还激动地打翻了前女友给他喂的饭了 说他要活下去 前女友看到他这么伤心 他也很是难过 马小慧在照顾张小光的时候 护士再一次把他喊了出去谈话 这一次张小光有去偷听 想知道他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 原来医生是催马小慧交住院费了 说他已经拖了很久 可马小慧说他能借的地方都借了 他会继续去想办法的 护士让马小慧向亲朋好友借借看 说人之将死 大家不会不管的 张小光听到这话 就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他问马小慧都找谁借钱了 刚开始马小慧不愿说 只让张小光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但张小光说他这是最后一个要求 让马小慧告诉他 到这个时候了 我还有什么受不了的 我去找过吴建宏 咪咪 本来我还想找刘居霞 可是 我在建宏和咪咪那碰了钉子 所以没勇气了 我在想 他是个商人 大概也不会给你掏钱的 你也别多想 说不定 他们要他们的难处 这是我的报应 报应啊 对这几个女人 我就没有真心过 当然 他们也没必要对我真心 只是天经地义的 我这是活该 真的是活该 人生的路上 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一场荒唐的梦 玩到最后 黄泉路上 一条孤零零的鬼魂呢 小光 小慧 我对你那么不好 现在你还陪着我 什么良心 什么道义 我现在才懂 可是 已经晚了 不晚 明白道理 就不晚了 张小光看着 马小慧身上 披着的衣服 就猜到是李大林的 他说马小慧 能找到一个幸福的归宿 他真的很高兴 他祝福马小慧 让马小慧明天请李大林到酒吧去听他的告别演奏会 让李大林一定要来 于是第二天 马小慧就带着李大林来到了酒吧 可是张小光却已经不在这了 他让杰森给马小慧放了一段录音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这样成功 请你 请你不要怀疑我的真诚 我走了 不要找你 我会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紧紧地死去 我这样的人 注定要成为孤国的业轨 你和妞妞都不要拥有我的英群而感到难过 如果妞妞失去了我这样子的话 得到的也是你这样的好吗 那是妞妞的福气 你呢 丢掉了我这个包 还能够得到真正的解放 小慧 我欠你的实在是孤独 这辈子 我是黄青 你下午 我把这首回家的曲子 献给你和他 希望我们能够相亲相爱 早日成家 也希望我的灵魂和我的心 随拥有一情 跟你早日回家 张小光 决定 最终 张小光选择一个人自生自灭 他不想再拖累马小慧 没过多久张小光就领了盒饭 妞妞在幼儿园放学的时候 马小慧带着李大林一起来接他回家 妞妞问他以后可以叫马小慧妈妈吗 小慧高兴地说当然可以 走 那我回家好吗 回家去 由于老吴摔了一跤 需要卧床静养 于是马小慧就再一次回到了老吴家做保姆 因为吴家用过这么多保姆 马小慧是最靠谱的一个 在杨阿姨和老吴的眼里 小慧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三个女儿 李小和也慢慢地接受了马小慧这个嫂子 祝福他哥和马小慧的这段婚姻 李大林也给马小慧举办了一个体面的婚礼 他们带着妞妞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着 我们还是ク礼 我们一起去干脾 揮啊 一遍 你们一起去干脾 我们一起去干脾